老师各位学员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岭南国医学院京城大讲堂 参与岭南中医经典传承研修班的学习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出席今天研修班的各位领导与专家 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党委书记李强教授 国家级教学团队 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团队负责人 广州中药大学原副校长林培正教授 国家重点学科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带头人 全国三韩论课程联盟理事长 广州中药大学经典临床研究所所长李赛美教授 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医务处处长关童教授 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韩论教案室朱章志教授 还有我们来自三韩论教案室的刘敏教授 温宾教案室主任 吴志斌教授 金贵要略教案室主任林昌生教授 等等 还有来自本次研修班的所有授课老师 以及其他的师生代表 那么我是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学处 继续教育处处处长方兴如 感谢各位领导老师的光临 大家都知道 中药文化博大今生远远流长 古圣先贤的智慧经验 传承了千年浓缩成了中医经典 那么中医经典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是启迪青年中医人的精神源泉 传递着大一精神的高尚情怀 展现着精神不倦 勃及医员的不懈追求 强化中医经典学习 是学好中医的应有之意 更是成就名医大师的必有之路 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作为广东省高水平医院 国家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综合基地 广东省中医药市医技术推广培训基地 担负着传承发展和传播中医经典的重要任务 这也是我们举办本次领南中医经典传承研修班的初衷 那么本次研修班呢 历时15周30次课 深入解读中医经典知识 经典结合临床案例分享 我愿民师民家的临床经验 那么我们今晚举行开班仪式的第一项 有请国家教学团队 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团队负责人 广州中药大学原副校长 林培正教授致辞 有请林校长 李书记 各位同行同道 各位心上心下的 经典传承班的学员老师专家 大家晚上好 刚刚黄书长说是教学团队的负责人 我本身就是中医临床基础 文明教授室的一个退休老师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参加这个开班式 讲几句话 首先呢 我觉得就这个主题来讲吧 岭南中医经典传承研修班 那么首先讲中医经典 中医的经典很多 伤寒温病金贵 这个是一个临床的经典 也叫做临床经典 过去叫这个国家级的重点学科 中医临床基础 我觉得这个临床跟其他的 有所区别在意 三寒论里面六经病变症里面讲的 精髓 我觉得就是精髓 比如太阳病 脉症病治 如果其他的经典的话 没有把病 脉 症 症 结合在一起 当然经贵 药劣 温病 以后也都是这样 所以讲这个经典 临床经典就的意思在这里 后来搞了国家级重点学科 有人说中医临床基础 这个名称不太好 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的 因为它既不同意基础 又不同意临床 所以是临床和基础的桥梁 第二个呢 我想讲讲这个里南的中医经典 里南的中医经典 在座的很多 这个生肝文明健康室的老师 主任都很熟悉 我们本身健康室发展过程 这个1934年的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就有陈润梅 刘世选教授 主编的温病学 这个温病学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在里南 三韩 刘派的 黎碧柳 陈伯潭 这些读过《三韩论》等大作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我们学校 六十年代的金贵要列 陶宝孙教授的金贵要列意见 这些呢 作为岭南历史上 对中医经典的传承的大家 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 做出很大的贡献 然后呢是传承 我觉得传承里面 就按照习总书记讲的 守正丧心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 或者是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院 比较 比莫彩浓厚的一笔 是院系合医 回归临床 1984年的时候 是三韩跟金贵家议室 首先接管医院的综合病区 当然后面发展了 这个有内分泌病区 这个风市免疫病区 温病家议室是 1988年 在医福院 首先开设一个病区 室内科 我记得当时 为了说是室内科 还是内事科 这个我听医院的领导讲 他们还下了一般功夫 就为了区别 一二三 所以呢就叫做 不叫做 一内二内三内 叫室内的话 跟一二三并列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回归临床 经典传承 实际上就是一个首证 这当中呢又有双心 在全国是首双 在这基础上 中医临床基础 学科2002年 我们是免答辩的 这个进入 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当时我们学校有四个 有内科 有妇科 有古山科 有中医临床基础 中医临床基础学科 免到北京大变 游贺 国家级重点学科 之后 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国家级精品教材 还有三门课程的 这个教材的 规划教材主编 等等 我觉得归功以 岭南终于经典传承 所以借此机会 这个一个是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 过去是辉煌 是伟大的 未来应该说面临着更加光荣 更加伟大 更加繁重的发展传承的任务 这个时间有限不多说 意祝我们研修班 起得盈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学业丰富 谢谢 谢谢 谢谢林教授 那么开班仪式的第二项 由我们授课老师 我们研修班的授课老师 我们国家级重点学科 带头人 李赛美教授 为我们讲话 增进的李强书记 增进的林培政副校长 方锡如处长 增进的海内外中医同道 老师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由广州中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举办的 岭南国医学院 金城大讲堂 岭南中医经典传承研修班 今天隆重开幕了 我仅代表 中医临床经典团队 表示热烈的祝贺 此次研修班 跨时长内容全 团队齐 覆盖广 是一次巨型的公益讲座 在此向各位授课的专家 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1984年以来 广州中药大学 第临床医学院 首创经典回归临床 医教研协同发展 并创立了经典病房 在人才培养和中医传承中 做出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在海内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今时间已跨过38年 中医经典团队将伤寒 金贵温病 三大经典融合贯通 希望将经典的学习 落到实处 将经典的研究 思路方法和成果 与大家共享 抛捐引育 为推动中医的全球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此次 系列的讲座 虽不能一劳永逸 但能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学习分享中 共同成长 成熟成才 团队专家 将从经典理论出发 与临床疗效为导向 将思考的点滴 进行多维度的思考和探讨 自古名义出经典 自古名义出伤寒 经典是中医的根和魂 其核心理论 六经辨证 丈夫经络辨证 为其引选辩证 三家辩证的理论体系 以及保留和创制的大量 疗效捉住的方样 代代相传 是中医的规法 是我们中医人才培养的 必修课程和人才成长的 最佳的路径 历代一家 均推崇备制 愿开平有意 经典永恒 中医常亲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李赛梅教授 那么下来我们开班仪式的第三项 有请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院党委书记 李强教授致词 邀请李赛梅教授 今天真的很高兴啊 这个我们领南国学院 经典永恒大讲堂就开班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让我们就说一起 就说海内卫 现在就说全球疫情还在 但是呢 今天我们的会场也是很热 然后呢 整个贴气也比较炎热 说明我们这个事业也是向上的 也是一直要发展好的 中进的林排正副校长 中进的李赛梅教授 各位专家 各位学员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 能够参加这次开班仪式 通过齐华网 与大家的线上交流 为什么说 刚才我讲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2021年呢 就是 全国人大批种 设立 中国一世节 今年应该是说 全国人大批种以后的 第一个国际 中国一世节 实际上是2017年 就是国家 国务院通过危机委 已经设立了一世节 而今年是 中国一世节 8月19号之前 我们专门做这一次事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中医药学 包含着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介绍养生理念 及其实践经验 是中华文明的 一个瑰宝 党的士巴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中医药的发展 总书记 在2019年10月的时候 在全国中医药 工作会议上 做了一个重要的批示 要求要中熊 中医药发展规律 传承精华 守证创新 刚才我们林校长 还有我们赛美教授 专门讲了 传承精华 守证创新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 首先 作为中医药的事业的发展 首先要守证 只有守好证 才能传承好 如果说 证都没有守好 那么你也传承不好 最近在上个月的时候 7月26号到27号 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近平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打到20大 专题研讨班上 指出 最根本的是 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要坚持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密用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为新时代的中医药人 要抓住中医药 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 把中医发展进步的密用 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传承精华 守证创新 推动中医药事业 高质量发展 中医经典 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也是中医文化的精髓所在 也是中医创新发展的基石 经典的存在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近代的时候 葛宏曾经讲过 是以预制其高 必分其机 预冒其末 必生其高 中医经典 在中医发展史上 起着重要作用 对古代乃至现代中医 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与研究价值 中医经典 是中医理论的基石 对提高临床变症论治综合能力 拓展临床思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广州中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医院 是我国高等中医药临床教育 医疗科研的重要基地 为国家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 综合基地 首批国家中医 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国家中医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重点专业基地 广东省高水平医院 重点建设医院 是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首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 重点中医医院建设单位 是国家重大疫情 救治基地的建设单位 国家区医医疗中心 建设输出医院 医院了民医民家败出 拥有国医大师邓铁涛 周代汉 还有全国民中医 欧阳慧卿 罗宋平等为代表的 一批全国知名中医 中西医结合专家 1984年 在全国岁歇江上岸路 温病学经贵要领 三门古典医住 列为临床课 为广中医医院 同时在医院里边 建立了独立的病区和门诊 在临床中 学识经典 发展经典 创建了医教业一体化的体系 给古典医住教学 带来了生机 在全国同行 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个老实讲 去年的时候 广东省中医院管理局 要求我们广州中医院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开新农办公会 要求我们一副医院的名称 就是要 揭持中医院信中 揭持我们的中医院特色 作为高水平的中医院 你如果没有揭持中医院的特色 你无法跟其他医院 尤其是西医院 来去竞争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 在新闻发布会上 我也谈了 我们医院一个重要的 一个叫什么呢 特点 就是经典回归临床 这是我们医院 在全国首创的 也是我们揭持中医院特色的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牌 中医经典回归临床 教学改革 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重经典强临床 成为医院 乃至寡州中央大学的办学特色 并在医教业改革 实际中不断的深化发展 在学科专科发展 人才培养 教材编写等方面 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岭南国医学院 京城大甲堂 是广州中央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开展中医继续教育的重要平坦 本次岭南中医经典传承研修班 将围绕岭南中医经典传承 发展于传播的主题 依托国家重点学科 国家教学团队 中医临床基础 在我院 由我院 在中医经典领域 有学术造诣和深度研究的 代表 向我们的林派胜教授 我们的李赛美教授 朱壮志教授 刘敏教授 林超峰教授 吴志斌教授 等知名专家 携手共同推广于 传播 课程将分开 伤寒论 温病学 金贵药略 三大系列 生物解读 中医经典之时 结合临床病例 来分享中医经典的 临床应用 各位学员 传承中医经典 传播中医药文化 是我们接定文化自信的 表现和实践 本次研修班将为期四个月 以公益直播的形式 支持更多热爱中医的观众 卸上观看 向各位学员 传播中医经典 对位削传中医药文化 传承不逆鼓 创新不离中 希望各位学员 都能 精读经典 博览穷书 融会薪知 善于思考 勤加分析 拓展思维 理论与实践 临床 实践相结合 学有所获 也希望大家 能把握好机会 让我们广中医医院 和各位学员 以及寡大中医药工作者 一起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切实把中医药 这一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继承好 发展好 利用好 以额颜的斗志 和优异的成绩 迎接 中国共产党 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后 预祝本次 研修班 取得圆满成功 祝大家 学习快乐 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谢谢三位专家 那么三位专家 从我院中医经典的 一个发展史 还有我们在临床研究 整疗方面的一些经验 办讯特色等等 那么也对我们学员 提出了 殷切的期望 那么现在 现在我宣布 就是 因为接下来四个月呢 我们所有研修班的学员 都将相聚其广望 清静经典 领悟经典 运用经典 那么在国家 日益深厚 中医文化的这个滋养下 不断继承和挖掘中医经典的 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 提升中医临床服务能力 为广大民众 提供优质的中医药 健康服务 那么同时也感谢 我们医院的 所有的领导 感谢 三寒论 温病学 金贵药略 三个教员师老师们的 精心的准备 也感谢齐皇网 那么现在我宣布 领南中医临床经典 传承研修班 开班了 谢谢大家 那么下来我们休息两分钟 随后将带来 商人论教案室 李赛美教授的 精彩的首次课程 谢谢 增进的海内外 各位同道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是讲糖尿病 从火热变至 二星糖尿病的 实践与思考 这个是我的公众号 大家也可以扫一下 进去有很多 原创的视频案例 在讲之前呢 我在围绕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关于首先 从临床疗效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中医有没有 治疗糖尿病 有没有效果 在有疗效的前提下 我们再来分享 怎么来认识 糖尿病的病因 它的病机 还有了治疗的思路方法 还有了就是 怎么样去主方 分享我个人的一点见解 关于糖尿病的 全球的概览 大家都很熟悉 在临床上 或者是在家里 亲戚朋友里边 对糖尿病的知晓度 其实我觉得还蛮高的 那么现在我们全 国际的糖尿病联盟呢 它有个第九版 有个介绍 就是全球的糖尿病患者 有4.93个亿 接近5个亿 这是它的一个第一个数据 糖尿病政府是单单的 盯着你 第二呢 那么全球糖尿病 4个多个亿 实际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未来2030年 还有2045年 这个阶段的这个数字 会进一步的攀升 我们就看看 这个 比如说现在是讲的 这个 讲2019年4个多个亿 到了 2030年 可以达到5个多亿 到了 2045年 可以达到7个多亿 所以这个数字的攀升 是 应该看来 这个趋势是很强烈的 我们看看这张图 这是2019年 全球的成年糖尿病患者 就是我们把20岁 看成成年人的话 以它为标准 到79岁 患者的全球分布图 我们看看 颜色越深呢 它的患病的人数就越多 比例就越高 我们看看首先我们中国 糖尿病 这个颜色是很深红的 包括这边的美国 也包括 我们这个除了中国还有印度 这些都是 这个患病的比例比较高 颜色比较深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整段糖尿病 刚才讲的可能达到 4个多亿 5个多亿 7个多亿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全球大概有一半的成年人 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不知晓 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恐怖了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经济有关系 在高收入的国家呢 这个比例可能稍低一点 38.3 但是在低收入的国家呢 可以达到66.8%的人是并不知晓 这个自己有糖尿病 所以这个才是盲点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糖尿病给人类带来的代价呢 是很巨大的 我们看看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 心肾还有了下肢 糖尿病足 糖尿病的心脏病 糖尿病肾病 以及这个跟肿瘤有一定的关系 糖尿病跟肿瘤有关系 那么在全球的死亡率中呢 糖尿病大概占了11.3% 11.3%的这个死亡的因素 跟糖尿病是有关的 这个也尤其是 尤其他的自残自死 应该说给社会 给家庭给他 带来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我们看看我们中国 国内的糖尿病的形式 我们看看全球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 是来自于中国 四个人里面 四个糖尿病患者 有一个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中国的糖尿病患病 是比较高的 达到了人口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有一个多亿 这是他的特点 我们看到了 而且这个比例呢 还在逐渐的上升 现在已经达到11.2% 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他的机械 他的上升的这个高度 我们就看到了 由1980年的时候 只有0.67% 到了2000 我们现在讲的2020 这个2017年 达到11.2% 现在更高了 现在是2022年 所以这个患病的 这个态势来讲 发展得很快 中国同时也是 没有确诊的 这个糖尿病患者 也是全球最多的 这里有一个概念 而且这个糖尿病里边 老年糖尿病患者 也是全球最多 所以我们现在讲 65岁以上的 就算老年的话 那现在在中国 大概有3500多万患者 还有呢 青少年呢 儿童呢 他的患病率呢 其实也不低 那么一型糖尿病 还有呢 就是我们其实 小朋友也可以出现 二型糖尿病 这个也有的 这个也有的 其实糖尿病啊 在中国已经纳入到 慢病的管理 就是有一些慢性病的 政府是可以给很多的支持的 财政给支持 纳入到医保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开支呢 是很大的 中国对于糖尿病的 卫生方面的支出的话 趋全球来讲 它仅次于美国 排在全球第二 这个人均的这个 但是中国的 这个人均的收入来讲呢 就不是说排的全面的了 但是医疗的成本是很高的 就是政府给予的支持很多 其实糖尿病的 患病的情况呢 它跟 我们刚才看的是一个 国际的 一个一个 它的一个大概的比例 然后还有我们国内的比例 其实糖尿病的患病的情况呢 它第一跟年龄有关系 就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的患病人数呢 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说老人家 老年人 老年患者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这个患病是增加 这个很现实 所以我们说人 有些说现在的 为什么人病很多 其实上主要是人的寿命延长了 像中国已经达到78岁 所以接近80岁了 这个人均寿命就很高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 寿命的延长 它的器官的退化是存在的 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 老人家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呢 有些人说有病 有些人说 这个就是一个 生长壮脑 这个自然规律 所以说没有病 你是因为老了 年龄大了 老了退化了 所以包括糖尿病呢 其实一样的道理 随着年龄增长 器官的退化 胰岛功能同样的退化 所以为什么老人家 容易得糖尿病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呢 就跟经济情况是相关的 原来呢 城乡差别比较大 那么现在在中国呢 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了 而且呢 这个城乡的话呢 乡村也城镇化了 所以应该说 生活水准呢 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现在来讲呢 城乡的患糖尿病的比例 差别就不大了 这个是有2013年的一个数据 这个当时中国的 糖尿病的患病率呢 是达到了11.6% 按中国14亿人口来算 然后他的糖尿病前期患者呢 是达到了50.1% 当然这里应该重点是讲成年人 50.1% 一半的成年人可能 都跟糖尿病有相关 早期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我们讲的是 属于高危人群 要特别的关注 大家都熟悉糖尿病的并发症 其实糖尿病除了降糖 最最重要的是 他的慢性并发症 怎么去控制 那么常见的慢性并发症呢 主要是像糖尿病心脏病 冠心病 心肌病变 糖尿病肾病 这个是临床常见的 糖尿病脑病 中风的患者 这个比例也挺高 糖尿病眼底病变 失明了 我平时 我说我讲课经常讲失明 但是我最近看到了两位患者是 真的都很年轻 就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 四脑膜病变 完全失明 真的我是真的看到了两厘 我原来不太相信 看的比较少 但是现在确确实实 就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很年轻 还有糖尿病足 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等等 这个病发症是影响到全方位 这个整个人的身体 各个部位都可能受到糖尿病的 因为血糖高 受到影响 那这个我们对整个的国际的 以及我们中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的情况 以及他的卫生的支出 还有他的危害 我们做了一点点回顾 下面来我们就讲第一个问题 讲正题了 就是我们要回答 纯中医能不能治疗糖尿病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应该说 我觉得可能在直播间来听课的话 可能很多持怀疑的态度 其实真的 我觉得一切是以证据为一句 没有证据 我们今天不能站在这里说这句话 所以我们先看看 中医能不能治疗糖尿病疗效怎么样 我这里举几个案例 第一个就是一个金先生 这位金先生 他当时找我看是十年前 2012年 今年是2022年 差不多十年前的 他当时只有38岁 现在48了 那么他也是因为体检 发现血糖高了 而且他有我们讲的三多一少 体重下降多饮多食 而且还有四五磨浮 面色是尾黄的 近半年体重下降了十多斤 小便有点黄 大便还正常 吃东西 睡眠没问题 蛇子是淡红的 胎薄白 脉是一个层而细的脉 那么我们一看这个人呢 就大家想到注意的消可 消可病三多一少 而且呢 气因省伤 看到了 那当时查的糖化血红蛋白呢 是11.1 百分之11.1 这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平均两到三个月的血糖 是在这个水平上下 11.1个 百分之11.1 那我们还要他进一步的检查 糖耐量 胰岛素释放 大家就问了这个糖耐量怎么做 糖耐量呢 有减化的糖耐量 也有我们讲的标准的糖耐量 那么减化的话呢 就是空腹茶 餐后两小时茶 或者有一些呢 也空腹茶 餐后一小时两小时茶 但是我们讲的是完整的 就是要抽五个点的血糖 就是空腹 然后抽了血以后 接下来喝75克葡萄糖 或者吃100克面粉做的馒头 吃完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半小时 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总共要抽五次血 有五个点的血糖的数值 还有胰岛素的数值 我们来看看这个病人 他的情况 他的 我们从刚才讲的五个点 他的血糖的情况呢 分别是11点多 然后呢 就是13.39 22.64 26.29 还有19.86 我们看到了 他的空腹11点多 什么概念呢 我们正常的人 糖尿病的空腹血糖是6.1 小于6.1 这个是一个基本概念 那我们说喝了葡萄糖 那血糖肯定高啊 但是呢 怎么高都不会超过7.8 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正常范围 如果要诊断为糖尿病呢 那他空腹就是超过7 他的仓后来超过11.1个毫末 这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 这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 但是我们有些病人会出现空腹大于正常值6.1 但是呢 他又没达标 他又没达到7 所以在6.1和7之间 这个我们讲的空腹血糖审害 或者是他的空腹 他的仓后呢 超过了7.8 但是又没有达到11.1个毫末 这个叫糖耐量低减 或者是两者皆有 所谓的这两者情况呢 我们把它称为糖尿病的前期患者 所以大家知道 就像我们讲的一个正常人 我们讲如果是讲的白 如果得病的叫黑 那么中间有个灰色地带 这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前期患者 前面也介绍了 最关键是很多人不知晓自己有糖尿病 半数人差不多 这个很常见 因为我们平时查 这个做检查的话 往往关注病的空腹血糖 也有一部分参考他的 参考两小时血糖 但是空腹血糖正常 参考两小时正常 也不代表他没有糖尿病 不论删除 当我们尤其讲到这个参考的话 是要有个标准的负荷 就刚才讲的喝糖水 标准的75颗葡萄糖 或者是这个相当75颗葡萄糖的 我们用100克的面粉 做的这个馒头 来有一个糖负荷 标准的糖负荷的前提下 我们看看他数值的变化 这讲的正常 我跟大家做一个科普 所以这个病人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糖化我们正常 我们院的标准值是6.4 他是11.1 那就差不多翻了一倍 然后他的糖耐量我们看看 他的空服是11点多 很高 最关键我们看看他餐后两小时 26.29太高了 那这个病人血糖很高 那我们再看看他的胰岛数呢 那么我们看看也是五个点 那么胰岛数空服是3点多 我们依着这个五个点顺序来讲 3.09 10.06 18.2 24.3 13.03 什么概念呢 这个病人的空服血 胰岛数呢 是相对比较低 我们正常值的话是 2点多到24点多 那这个病人呢 就是正常值的低值 然后呢 胰岛数的在糖负荷的前提下 他的分泌低 他有速度的要求 应该是高峰其实在仓后一小时 但是我们看看他的高峰是仓后两小时 顺便他的胰岛数分泌延后 还有一个指标 就是他的高峰跟他的基础胰岛数的量 应该是在5到10倍 低的我们讲的就可能胰岛数缺乏 如果是太多了就要高胰岛数血症 胰岛数抵抗 所以这个病呢 他的空服是正常值低值 差后来肯定是 他是两小时的高峰 分泌的延后 说明他胰岛功能受到了损伤 而且呢就是他的这个倍数来讲 倍数看起来还OK 38 24也有6 7倍左右 但是呢他的整个的值来讲 都不是特别漂亮 所以我们根据他的糖耐量 胰岛数是吧 我们可以推测 这个病人胰岛功能都受损了 已经开始下降了 甚至分泌延后了 说明这个病人起码是5年以上的病程 但病人不会 他可能是刚刚有点 已经出现了三度一少 去做体检才发现血糖高 所以我们说有时候病人出诊的 这个第一次发现糖尿病 不代表他刚刚发病 我们一定要看胰岛数抗糖耐量 才能确定 根据这个结果就不是2012年当时发病的 应该更早了 早5年前 好就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人面色是白的 面色偏尾黄的 人又消瘦 而且呢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 所以当时我用的中药呢 怎么治啊 我用的是四菌子汤和肾四味 加一气养阴 大家看到了就是补皮补肾 这样一个思路 但是呢我也加了我们的中成药 酱糖三黄片 还有了就是黄铃树片 酱糖三黄片呢 是我们团队 是我们院内治绩 但是是我们团队 我们这个熊曼奇教授 最开始他这个 他献出的一条方 但这个方的这个思路来讲呢 他是依据伤寒论的桃和成绩汤 作为一个基础方 再加一气养阴的药组成的 这是熊老熊教授的经验 他就当时开始糖尿病研究的时候 发现很多病人的大病肝 大病肝的血糖就高 所以后来通过通便 中医治疗 变得论治 这个大便通了 哎 血糖降了 所以就考虑到 这个糖尿病是不是跟这个造热 中医讲的大病肝脊 这是扬民造热 有造死 这是一个方面要泄热 还有要通腐 还要活血 因为前面看到了这个 糖尿病的最要害的地方 就是慢性并发症 自残自死的主要的原因 而慢性并发症的 一切的一切的病理基础 就在血管 比如说大血管的并发症 糖尿病的冠心病 糖尿病脑病 糖尿病足 这都是大血管的并发症 糖尿病的微血管的并发症 包括糖尿病眼底病变 糖尿病心肌病变 糖尿病肾病 这都是微血管的并发症 还有神经的病变 周围神经病变 以及内脏植物神经病变 包括了胃氢瘫 糖尿病神经原膀胱等等 这些都是营养神经的血管 发生了病变 所以一句话 糖尿病的病理基础 就主要在血管 那中医来讲呢 酒病入落 酒病逼瘀 再加上病位也跟血管有关 所以中医定位在这个 活血化瘀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要选伤寒论的一条方 既能够卸入通辅 又能够卸入 这个活血化瘀 那么最最 最佳的选择就是 桃和陈气汤 那桃和陈气汤这条方呢 是由调味陈气汤 大方盲消干草 然后再加桃仁和桂枝 桃仁桂枝活血化瘀 调味陈气汤泄热通辅 这就是讲的桃和陈气汤 但这个方呢 合不合适啊 其实他也有他的不足的地方 因为他扶症的要很少 我们看扶症就是干草 不够 所以而且到了后期的话 唐家兵很多情绪 所以熊教授就选了温病的真夜汤 加上黄旗 就叫做家味桃和陈气汤 做成我们院内自己叫 酱糖三黄片 就这样来的 大家知道我们 上韩团队发家致富 第一方就是桃和陈气汤 就是因为我们选了方向 因为医院的特点 医院一定要封科比较细一点 要专科化 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全科 我们什么都看 一般来讲 还是要应该有个主攻方向 所以当时在熊教授的指引下 当时是选了糖尿病 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 我们经过要略呢 主要是选了风食病 所以作为主攻方向 那么温病呢 除了外感热病以外 那么现在来讲的主要也包括了 这个神经 颅老的神经病变 像我们现在讲的神经内科 这方面呢是他们的强项 我们所谓的专科化 大家不要以为把我们的路走得越来越窄 其实桑寒论的六经辩证是叫六经全百病 实际上就不仅仅看一个病 尤其张文景就没有说 这个六经病里边哪个是糖尿病 可能大家会讲 桑寒论里边有两条讲的肖可 跟大家说一个是五灵散讲肖可 一个是讲绝阴病的时候 绝阴病的提纲症也讲肖可 但是这个肖可是症状 不是中医的肖可病 是讲的可欲饮水 饮不解渴 这种情况 所以当然也涉及到它有火 有气瘾虚 所以熊教授就是选了这个方向 也是临床的需要 但是我们把六经辩证贯通在糖尿病 及其他的慢性并发症的始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六经病 是可以演绎的 是可以在糖尿病这个大病的 以及包括他的慢性并发症的 整个的这个过程 可以看到六经的这个处形 也看到了这些方症的运用 可以从柜子汤用到五美丸 从太阳看绝影 什么病症都可以出现 这就是以一个专科病 作为一个切入点突破口 最关键是我们去探索 一个个的病来做 它的这个六经 是不是可以移植 可以用用到我们的临床 解决问题 现在发现是恰恰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团队 最大的优势 就是突出六经辩证 而且呢 我们后面的还有很多的教授 有精彩的演讲 他们也讲糖尿病 我们呢 都是伤寒 应该背景都是伤寒的老师 但是我们可能讲 结合伤寒讲这个糖尿病 我们讲的可能角度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给大家带来启发 这就是我们在讲的某个点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那么黄黎素片呢 其实不是现在才用 很多年前 就是看到了我们 唐嘉宾的专科的老师们 也经常开到黄黎素片 当然都知道它有一定的降糖的作用 但是应该说严格的说 拉出很多证据了就不够 但是所以大家还是有点担心 可能也会用一些西药来降糖 但是我们在这个环节里边 我们是给病人是纯重要观察 好 这讲的第一诊 那么到了第二诊呢 12月22号 这个病的空腹血糖 很快就降到了5.8到6.5 这个就降得特别快 而且它的事物呢 看东西就明显的好转 大便通的 然后小便有点黄 有点泡泡 舌子是淡胺的 胎薄黄 脉是一个细滑的脉 那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呢 他有看东西 虽然是好转了 但是整个人的气血不足 所以我在这个四君子 胜四味的基础上 也强调跟他补阳气 用了四泥汤 也用了当归补血汤 补气血补阳气 而且皮肾双补 这是当时开的方 但是我们用的量并不大 干姜必须说5克 腹脂用到6克 降的三片 黄泥素片继续的用 那么第三诊呢 就到了13年的元月份了 空腹血汤降到6.6 当时的话这个病呢 就感觉到还是容易饥饿 他的饮食会增加 睡觉有多梦 但是呢 他的体重没有再继续的下降 比较稳定了 蛇红胎薄白 脉是一个陈细的脉 所以看起来病情还比较稳定了 我们就继续 然后到了第四诊的时候 三月份又过了两个多月 我们也要求病人做详细的检测 他的糖化降到6.8 前面是11.1个毫米 就是两三个月下来的话 他的糖化得一降了 接近正常 我们正常值就是6.4 所以这个效果是让人 真的有点惊讶的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不舒服 到了这个5月11号的话 那又是两个月了 他做的糖化6.2就正常了 我们医院呢是6.4正常值 其他没什么特别 继续首方 到了试诊 其实病人呢 在这个时期的话 就基本上其实是差不多停药了 但是这个病人停药以后呢 其实他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也会间断的来看一看 但是喝药的是不规范的 所以这个病人其实后来很久没来 是后来过了蛮久 两年了 这个病人后来来看的话 我才想起了 这个病人 我说好久 然后就看看他的病例 然后呢 实际上他断断续续在这里看 但是病人说 看一次就吃吃药 回去吃完了就再没有续防 基本上也没吃过西药 所以就这样一种状态 后来我就把他的病例呢 又补充进去 这个是后来补进去的一些指标 一些处方的情况 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三月份当时也跟他做了 他自己测了糖耐量 大家看看 当他做的不规范 自己拉这个血糖仪 测墨烧血 所以大家看 空腹6点多 餐后两小时的话 6点多也不高 三小时也正常了 然后呢 也13年年份 当时也做了个6.8 我们把数据的仪式补上来了 五月份的话 糖化是6.2了 八月份的话呢 就空腹血糖 有时候也在6和8之间 九月份的话也做过 在做的糖耐量16.1 也非常OK 他做的这个糖耐量 来做出来 这个空腹6点多 但是他的仓后两小时了 13点多 当然比原来要好很多了 三小时9点多 胰岛功能是有改善的 空腹原来2点多 现在4点多 然后他的高峰期呢 是仓后两小时 但是最关键是升到了70 这个胰岛最分贝的太多了 仓后三小时也降下来了 蛇脉还是偏虚 这个用药来用方呢 我改过财富柜子干姜汤 这个方是伤寒论少阳病片的 这个胆热疲寒的方 因为病人有胆热 同时他疲痒不足 其他的所缘方案 到了11月份 当时糖化6点多 到了15年 大家看看这个13年 又跨到15年了 就是过了两年 他又来 然后我们帮他也做检查 虽然空腹6点多 长后两小时也有14点多 偏高一点 但他胰岛功能呢 还是长后两小时偏高 而且这个还比较多的 但是他糖化了 基本上在正常范围 6.1 6.4 基本上在这个范围之内 15年又跳到17年了 这样子 又过了两年了 其实他前面干嘛了 前面吃完药就不吃了 就没了 又不吃药又不检查 所以这个17年 11月份的话 他的糖化 空腹测的是6 仓后3小时大概16 我继续给他重要治疗 当然我最关键是要证据 所以我要他继续做检查 好的 这个病呢 就是 这是2017年 我们的一个合照 其实他的特点呢 就是13年 然后到了1314 13年吧 应该重点在1213年 然后1415年 基本上就挺药的状态 而15年可能断断续续来了 然后到了 往后面走的 到17年 又差不多两年没吃药 没有用任何的降糖的西药 所以有人说 这个病人会不会当着我们就吃中药 背着我们就吃西药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其实当时的话 我们像这样血糖膏 我们是建议病人用西药 然后再加上中药 中细结合治疗的 但是很多病人是很抗拒西药 所以他如果想用早就用了 所以他背着我们是肯定不会用的 这是17年的11月份的合照 大家看看这是2021年 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 7月8号的一个合照 应该说它是差不多接近12年 这个病人是 后来再复查的结果很漂亮 结果很正常 所以我们又造了一个合照 这是我的团队 因为讲了这个病的故事 是我应该是用纯中药治疗糖尿病 比较久的一个案例 就10年前 2012年 所以我们说这个中药能不能停 首先有没有效 大家看到第一轮下来 11点多就降到6点多 很棒 然后后面的话 它也吃吃停停 其实来讲 血糖其实控制的也不错 到了现在过了差不多12年了 它的糖化 它的糖代胰岛素失望 胰岛功能还特别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好像 它又遇到了重生一样的 就根本它的胰岛功能是没有受损的 当我们把这个马赛克 就照顾到肖像权的问题 但是它是很开心 它原来是不太肯照相 我觉得当然要争夺病人的同意 好 这个病例 就是其实中间有停药 间断来吃 但是没有吃过西药 我们看到了 这是讲的第一个案例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 是一位陈先生 那么38岁 他是用15年来看的 其实他有很多故事 他的家人呢 大概有四五十人呢 都是我的 应该说也是病人 也是朋友 家里的就是有几个大块 他的婶生呢 他的自己包括他的叔叔 他的父亲 包括他本人也在我这里看 然后他的叔叔 他的伯伯 还有婶婶 婶婶又那边 还有他的妈妈那边 然后婶婶自己的这一拨小孩 还有他的自己的小孩 在国外在美国的孙子 他的女儿都在这里看 包括他的亲家母 也看 还有很多同事 所以像有些呢 我们说这是中医的一个特点 就是病人 他不认专科 他认医生 他就认准了这个医生 可能家里几代人 都找这个医生看 甚至远近的邻居都来找 所以这个给我们中医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不能说 我就看一种病 其实来讲 中医他强调的是整体 整体观 他是辩证认知的 其实任何病人来 当然我们更多现在要求证据 所以要做检查 但是一般来讲中医是肯定 这个被病的通过万文问切 他的资料收集以后 我们开这条中药方是没问题的 中医有中医的一套思路方法 所以他来找我看的是他的省身 建议他来找我的 那么这个病来的时候 也是出现了三多一少 而且呢就茶血糖呢 他的空腹是五点多 病人来讲 他们不太愿意吃药 包括中药也不愿意吃 所以他当时是通过饮食 包括他的这个运动 有所下降 通过干预以后 这个血糖降到13点多 但是还是没这样的正常 所以病人就过来找我 当时的症状是有又冷又热 大便的次数小便多 小便黄的 汗也多 蛇子是暗红胎薄白 卖是一个血脉 那当时呢我就 按照这个诊断 西医诊断 二型糖尿病 那么他的症后呢是寒人挫兆 这是我当时开的方 我是开了这个有 干江黄情黄年人参汤的底子 然后呢也跟他还要补阳气 所以加了副子 这个里边有补气 补阳还要补阴 像圣地脉中 玄森这些正夜糖都用上去了 而且也用到了江黄三黄片 用到了黄泥酥片 当我要求病人做检查 这是他11月份 第二诊来就把这个结果带给我 我们看看他的糖耐量 这个他的糖花血纹蛋白是12.1 比前面还要高 这个血糖挺高的 他的糖耐量五个点 我们这个就比较漂亮好看 空腹是五点多 五个点分别是15 17 21 25 24 他的差后两小时是25点多 然后他的胰岛功能呢 14 21 21 30 31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胰岛树的封闭的波形 是一个三角形 越到后面指标越高 我们讲的这种三角形 我们正常应该是在半小时一小时的高峰 他跑到三小时 说明他胰岛功能率进 跑不动了 一直到最后才慢慢跑出来 而且量也不多 这个量大家看看 大概两倍吧 你把31除以14不就两倍左右 所以应该说他得病很久了 所以病人不在乎 所以很多病人也不太查胰岛树 那现在也知道了 这个胰岛功能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继续的中药治疗 那我看到他的血糖太高 病人又不肯用西药 我就 这个黄年认识加的量比较大 加到30克 当然大家会问这个黄年会不会太苦了 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有这些体会 我们有些病人血糖很高 有一次看一个病人 这个舌台蛮黄的 而且他嚼嚼嚼 我说你嚼什么东西啊 我们要看舌头嘛 然后他就说 他在吃鸡爪黄年 所以大家说 这个是最苦的 我就问他苦不苦 他说没有啊 他说我觉得很舒服啊 OK 那这就反正这个病人的火特别盛 他受得了良药 但是我们可能有些病人 吃了这个良药 稍凉一点就会拉肚子 所以这种情况应该说他受不了 说明他真的体质比较寒 所以这个病人没关系 他说吃得挺好的 没问题 那我们再继续的帮他观察 到了第三诊 空腹血糖降到10点 跟前面来讲就降了很多 他还是感觉到有疲乏 口干 喝水呢就是 比原来要减少 应该是症状有改善 蛇字是红的 胎是薄 有点黄有点干 脉是一个咸滑 而且偏细的脉象 继续治疗 大家看看李老师的这个 黄年用的太大量了 黄年用到40克 但是告诉大家 可能仅仅就这一个案例 平时是没有做的 吃了这么多的 但是我也是受启发 这个黄年用到40克 黄晴用到20克 这个要是真的一派苦寒 但是里边我又加了腹片 用了温药在里边 用了干浆 大家看干浆腹脂 还有什么 干草 那就是四尼糖 加人参 这个四尼加人参糖 加福林 福林四尼糖 所以这个方实际上是一个 寒门必用的方 OK 第四尼空腹血糖 自测8.4 继续努力 建好折收 确实这个黄年厉害 那我们建好折收 已经血糖慢慢降 把它测回来 黄年又降成20克 其他不变 我们看看 经过了两个月 它的糖化呢 降到了9点 由原来11点多 12点多 降到9点多 这个降了四个多点 我们认为只要降1% 降一个点 就说明这两个样本 是有差别的 也说明它的疗效 应该是很好的 那现在降了两三 三四个点 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降得 还是非常快的 而且我们看它的糖耐量 7 9 15 14 8 降了很多 然后它的胰岛数呢 大家看看 它的高峰期是 往前跑了 两个小时 出现了这个 有61 而且它的倍数呢 有五倍了 前面讲的只有两倍 现在呢 高峰期往前移了 跑得快了 而且它的胰岛的量 胰岛素分泌的量也OK 就说明中药还能够改善 胰岛素的 这个分泌功能 我们没有用西药的 没有用黄尿类的药 所以病的症状 我们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改善得不错 继续的治疗 这个方基本上这个方 没什么变 但是每次呢 原来 我有些病人开七包药 现在呢 就有些病人觉得太远了 就开15剂 第六诊 症状呢 还是继续改善 那么大家看看 这个黄尿的量 用得越来越小了 只有10克 其他的 我觉得都差不多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个结果 这个第几次了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降到6.5 我们正常值6.4 从12点多降到9点多 降到6点多 大家说降不降糖 客观的证据 我们是要事实来说话的 所以我现在也是一种习惯 或者说 我也非常的坚持坚守 就是你如果不肯做检查 我就不看 一定要检查 我们要拿证据 他明白 我明白 这个指标可以 走到哪里 都是有证据 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药了还在继续调 然后也继续做 到了4月份 糖化降到6.1 我们看看他的糖耐量 5.7.975 这个糖耐量很漂亮 胰岛素呢 6.2.4.2.6.7.3.1 真的 这个高峰期也是差不多 这个 这还是在两小时 然后他的倍数了也是 9到10倍 继续治疗 到了第九诊 我们看看 好 6.2的糖化 这个 这个病人看了这么多次 然后他做的检查 我们看看这个空腹6点多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开始的时候 糖耐量是 这个五个点是飘在空中的 然后随着慢慢慢慢地移岛 这个线的话就慢慢地接地气了 慢慢就下来了 移岛功能也是原来是低的 后来就上去了 是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糖耐量 糖化血红蛋白是从12点多 9点多 6点多 基本上就再没有反弹 而且保护了移岛 就这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呢 也是我在几年前 我们广东省拍了一个 悬浮岭南的综艺的纪录片 那么他 这个其中第七集的 这个 齐方异彩 讲了四个人物 四个故事 那我是第二个人物 讲我的故事 这叫糖尿病的故事 那么我就当时是请他出镜的 我们下堂课呢 我会把那个视频拿过来 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真的很棒 这个结果 那我刚才讲的两个案例 就是都是比较年轻 那么这个方法 大家说这个苦还要用得这么大量 那年龄大的能不能用呢 那我们就看看 这个年龄大的情况会怎么样 这位许先生呢 74岁啊 是我的学生的妈妈的朋友 就是学生家长的朋友 所以推荐他来看我 他其实也是刚刚发现血糖高 2026年的4月份 当时的血糖呢 空腹 他这个发现血糖高 多饮多食多尿 有一个月 那么随机血糖有31毫米 很高 他也知道这个 因为虚有定的降糖作用 所以他就坚持喝 喝了以后呢 其实看来效果 也不太明显 他可能呢也出现这个 也出现了身体的烧痒 所以也吃过一些抗过敏的药 后来通过同学的妈妈推荐 来到门诊 然后呢我就要他做 这个是当时是在外面做的检查 他的糖化血红蛋白12.28 然后做了两个点 所以我说外面做的都基本上是两个点 减化糖来量 空腹12点多 餐后两小时20多 锡钛 他做的锡钛 那么是一点多 1.38 但是两小时3点多 基本上也是一条瓶线 这个胰岛素受损了 这个血糖太高了 当时跟他开药 基本上的思路差不多 因为他皮肤骚痒 加了一些止痒的药 当然这里边加了西洋参 跟他益气生津 也是加上了酱糖三黄片 也加了这个 岩産小波茧 就是小黄铃素片 第二诊来了 我就想还是要做完整的检测 因为他前面外面做了两个点 糖化血红蛋白 因为要反应他两到三个月的 这个他的变化 所以近期我就没查这个指标 但是把糖来量胰岛素 做了一遍 我们看看空风11点多 仓后最高的话 两小时24点多 挺高 胰岛素的9点多 9、13、22、31、16 那么他的高峰期 在两小时 31除9 就是39、27 三倍多 四倍不到 这个应该病程很长了 那么他自己在家测血糖 是首测 大概血糖波动在 10到12左右 OK 那我们继续帮他治疗吧 他也是要求纯中药治疗 那我们继续 这个方看起来呢 这个剂量呢还比较适合 有黄青黄年 但是呢加强了一气养阴 在里面生地悬生脉东 那么第三诊呢 这个病人啊 这个病人呢就过来说 他的血糖呢 这个还不错 但是呢他最近吃了一个叫腊木脂 这个药呢是一个胀药 当时有一段时间是风靡 说他怎么样降血糖 所以他也拿来吃 但是他出现了这个皮肤的骚痒 所以后来就停药了 血糖其实来讲还好 没有得到 没有说特别大的波动 那么第三诊的情况呢 我们看看是差不多的方案 第四诊的话 我们要他做了糖奶量 大家看看糖化就降到7.6 这个降的还是挺棒的 他的这个血糖的情况 糖奶量这个空服是6点多 餐后两小时是2点多 很棒啊 胰岛数呢空服4点多 那么高分期是呢 到了这个52点多 就接近了也超过10倍了 所以他的胰岛功能在市售是 原来是3倍多 我们讲不到4倍 现在已经达到10倍了 虽然分闭高峰还是比较高 但是胰岛功能是受到了保护 胰岛功能是看起来是比原来效果更好 OK 我们继续啊 刚才讲的许先生74岁 那么老人家来看 其实呢这个病人呢是本体他是不想吃药的 因为 所以他也自己想一些办法 再加上这个病人呢就是广州攀鱼人 自己种点菜啊 有种点瓜果啊 所以他还是很能够做啊 其他的没什么特别 那么这个 别人讲那些方法都在用 所以他的血糖呢 他还有一个呢 他就是由于这个皮肤烧痒 所以包括那个烂木脂啊 包括他前面用玉米虚都不知道啊 就是他认为还是有点关系吧 继续中药治疗 那我们这个每两个月啊 两到三个月是要抽血的 这是这个他做的 4月13号做的这个 在我们院做的这个糖赖量啊 刚才看到了 就是他的 胰岛数 胰岛数呢是 这个开始的时候 31除9嘛 49 39 27 三倍多 但是后来我们也讲到了 往后面走的话 第三者啊 他的后面的胰岛数就上来了 长后两小时的胰岛数52 空腹4点多 那现在就算起了有10倍以上了 那糖化呢就降到7.6 原来12点多降到7点多 这也是降得非常漂亮的 他的糖耐量啊 空腹6点多 长后两小时12点多 这个结果也不错 自己测血糖呢 就是大概空腹在6点多 长后也不超过10 我们觉得是OK的 继续治疗 这个中药呢 每次开10包啊 实际中药 但是中层药呢 我们是差不多这个方案的 OK 其实这里也是几张图 这个图呢 这个电脑不显示啊 就本来也是一个曲线 他的糖 这个糖耐量胰岛数释放 包括他的糖化熊蛋白是 特别漂亮的 这位先生 是2016年的9月份啊 其实呢 降得这么好呢 我就要他停药 但是大家看到没有 2018年 9月份来了 这个病人不肯停药 他怕反弹 所以说还要吃还要吃 后来这一次是真的停药了 所以我们跟他照张合照啊 这个都是我的研究生 海外的啊 在这里很多海外的学生 现在可能说不定也在线上听课啊 有马来西亚的 有新西兰的啊 有这个 我们这个 这也是马来西亚的同学啊 还有一些进修的同学 所以大家来见证啊 后来他就没来了 好了以后没来了 就是过了大概就是现在吧 就是去年的时候 2021年 他 我觉得有个 有位先生啊 这个40多岁的 就来带病来看病 然后就说 他说我爸爸叫什么叫什么 我就当时不太记不起来 但是他讲的一个许 我就说是不是你住在攀鱼 然后你父亲原来是 跟我找我看过病 他说是是是 我说你父亲怎么样 他说很好 他平时测血当中只有五点多 他说他药都停掉了 是我说好不容易 不肯停药啊 然后现在也是控制的很好 所以老人家也有效果 而且还可以停药 因为老人家 其实他的依从性更好一些 因为他不用上班 再加上他也把生命看得很重 所以这个效果 我觉得还不错 没有说因为苦寒 大家想到 是不是这个药太凉了 老人家不能用啊 其实当我的方里边 其实不是都是凉药 其实我也有温药在里边 好 中年人 轻壮也有效果 那么老人家 我们举了一个例 那么年轻人呢 小朋友呢 儿童呢 有没有效果啊 敢不敢碰啊 这个男小宝宝呢 11岁 17年来 17年9月份来看的 他是广州的 住在广州 当时读小学 这个案例叫 二型糖尿病停息改宗 最后停药案 他当时来看呢 是也是说销售 他的糖尿病的诊断 是在我们中山二院诊断的 中山二院呢 这个也是大医院 非常有名的医院 在那边呢 是给他吃了隔花籽 每天三次 每次一片 血糖控制的不错 但是他的近9个月的体重下降了 4公斤 本来就瘦 下降的 这个还是比较快的 胃口不好 其他的呢 就情绪有点暴躁 谁知红 胎呢 是薄黄的 卖了是一个 成而华的卖相 小朋友是逐月顺产的 但是他还有一个 找我的理由呢 就是他有白巅峰 他的睫毛呢 是白的 所以当时来找我看病的 第一 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还有姨妈带的比较多 然后就跟我讲 小孩子太小了这么小 你要他长期吃药 太可怜 而且看看李教授 能不能治疗白巅峰 我没有这方面经验 而且我也觉得 这个白巅峰很难治 大家也知道 我们有一些名的导演 因为白巅峰 大家看到 人家不差钱的 但是呢 这个效果怎么样 大家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药物治疗效果是不太好的 而且就感觉到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 就不要去特别的去关注 所以呢 就血糖的问题 找我看 我也可以尝试 当时的身高是1米46 糖尿病人 他小孩子有家族死 就是小孩子的家里有 应该是爷爷奶奶 还是外公外婆 有糖尿病 那么当时呢 在外院 中山安院做的糖花是6.7 那么6.7呢 是也应该说效果不错的了 他们做了这个糖耐量 就是他查了四个点 没有查 残后半小时 那空服我们看看 7点多 11 98 那残后两小时 9点多 空服7点多 7点多还是有点偏高 那么胰岛数呢 6.43 26.12 它的胰岛功能还不错 而且它的高峰期在1小时 反应得很快 而且倍数也OK 所以我们说这个胰岛功能还比较好了 我就可以试一下中压 因为真的小孩子很特别 他的生长发育 然后小孩子的代谢各方面 我觉得一般来讲跟陈建成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前面还没有说 我单纯来治疗 用纯中药治疗小朋友 二型糖尿病 但是呢 我看到它的胰岛功能还行 所以我就大胆的 就把它的隔花纸去掉了 停掉 然后改我纯中药治疗 我就说观察两个月看看 那么它的开方呢 也是依据我的基础思路 虽然是立足于火热 但是也怕这个方太凉了 所以方里面呢 还是有温药 其实这个方大家看呢 也有点像财富贵子干酱汤的印试 中程药呢 就除了酱汤三黄片黄泥酥片 我加了一个父子李中 也怕这个药呢 中药太凉 黄泥酥片太凉了 那么第二整呢 9月28号来的 他的空腹血糖在六点多到七点多 睡眠不太好 而且有烦躁半夜容易醒 有时候还发漏还会骂人的 但是白天呢是比较疲乏比较困倦 小便呢是可见到有泡沫样的小便 蛇蛋但是他舌尖偏红 胎薄黄 卖湿全化 我对小朋友呢 我是很关注啊 他的重要的指标就是他的身高体重 所以每次来看诊呢 我都要他测量 那么停锡药以后 改了中药呢 体重增加了两公斤 因为他前面就是体重在继续下降嘛 瘦了几公斤啊 所以这个首先他的生长发育 而且他的身高还增了两公分 一个月长一公分 这个是已经长得很漂亮了 一米四六升到一米四八 那就说明这个中药是保护他的 也促进了保证了他的生长发育 到了第三诊呢 空腹血糖也差不多 六点多七点多 但是这个病呢脾气一直很燥 蛇肢呢还是 蛇肩还是红胎薄黄 蛇胎的根部呢有点厚腻胎 卖悬黄 来了以后升高 你看看 一米四六 一米四八 现在长到一米五零 看得长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方就变了 我就重在跟他疏肝 因为小孩子一直比较烦躁 当时我也不太了解情况 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孩子呢 是因为他的父亲 还是挺年轻 这个过世了 所以对他的打击很大 所以就平时看了妈妈忙 那主要是姨妈呀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陪他来看病 才知道 然后小孩子的这种情绪的波动 对血糖是有影响的 但是我们也特别同情 第四诊 血糖看起来就比较稳定了 6.3 6.8 脾气呢也比较缓解 但是最近有感冒啊 鼻塞流涕啊 痰也多啊 有点黄啊 那你看看体重也在继续 升到39公斤 然后查到的糖化6.7 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原来吃二甲双瓜西院 做的糖化是6.7 但是在我们院做的也是6.7 所以我说跟西药打了一个平局 起码我没有负予他 其实不一样啊 我们院的正常值呢是6.4 但是在西院好像都很多是6.0 所以其实来讲 应该说中药降得更多一点 那我们看看 我们跟他又做了糖来量 他的空腹7点多 但是他残后两小时只有6点多 残后两小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他的胰岛功能呢 他的高峰期还是在半小时 而且呢在9倍左右 6.9 54嘛 然后他的三小时的胰岛数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脚要落得稳稳的 应该不要尾巴翘起来 这个就说明他肥贵这个修复得很快 这是他的特点 这个方呢应该是大家看到 应该是想财富贵子干凉汤 有小财富汤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第五诊 为什么呢是他就暂停了这个黄铃薯片 因为他没有买到药 也包括挂号的原因没挂到 所以呢就停掉了 那么2018年缘分来找我 那我说将计就计停掉就停掉了吧 然后也查了他的体重 体重也在升的 然后2018年的3月份查的 血糖还是比较稳定 情绪好转 这个感冒症状呢也有所改善 身高就长到1米53 体重达到40公斤 他的糖化OK 6.7 现在6.2 我们医院6.4正常 我说第一波我跟西药打了个平均 第二波我纯中药降得比西药还要好 大家看看他的糖耐量 虽然空腹移植有点高 但是餐后两小时也还OK 主要是胰岛功能不错 好继续治疗 这个小朋友呢就 其实是后来停药了 停了中程药 到现在呢就不止两年了 我们看看多久啊 18年 到现在应该是停了快四年了 因为他妈妈前段时间来了 说他的宝贝特别特别棒 而且特别特别有同情心 他妈妈很满意了 停药了没有吃药了 完全停掉了 所以小孩子不单单停药 而且他的生长发育是很棒的 他的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 篮球队经历很旺盛 他的性格也变得比较阳光 最关键 最关键是他的睫毛白电风 这个睫毛全部变黑了 我没有治他的白电风 所以通过中药的条理以后 一举两得 而且他的身高呢 在同龄人他是居上的 偏上的 7月2020年的7月18号 我跟他妈妈的微信联系 他妈妈说状态很好 指标也很好 所以像这个孩子呢 怎么治疗 我觉得肝胆脾胃要同治 这个小孩子明显的跟肝胆有关系 有干预 因为他父亲过世了 而且这个重要的也要寒门病容 要保护他的脾胃 要重视疏干 多用化疗 我其实跟小孩子有多 每次在看诊也要跟他沟通 就跟他讲这个道理 也要他这个 有些事情怎么去看待 妈妈也辛苦 经常在外面忙要理解 有跟他讲这些 这就是当时 这个18年10月20号的 当时跟他的水访 这是当时开的中药 这个体重长到1米62了 身高长到1米62了 体重48公斤了 中药 坚持中药 这是他的欢迎单 就这个小孩子 我们留了证据 2018年3月份来看 他是比我矮的 然后呢 19年2月份呢 他其实比我高 1米62 我站在前面显得我就比较大 其实他比我高 1米62 大家看看2020年7月份过来 一个帅小哥 1米73 54公斤 他妈妈特棒特棒 很开心 所以我说 纯中药治疗小朋友 二型糖尿病 我们讲二型糖尿病 也可以停药 真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 让我很欣慰 所以并不是需要终身吃药 而且我们也关注他的 生长发育 也特别关注他后续 那天跟他妈妈讲 他妈妈说等到放假 他会带孩子过来 看李教授 所以他说状态很好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这是讲的 小朋友 老人家 中年 壮年 都可以用这个 我们这个方法来治疗 其实我在临床上呢 我有两个点 一个呢就是 希望能够 纯中药治疗 或者有些慕名来找我的话 是因为用了西药 那我要严格的做检测 评估 他胰岛有功能 我就可以把西药撤掉 改纯中药 我最理想的目标的是 连中药都不要吃 也应该停药 所以我 也是这样想的 相当部分的病人也获益了 像这些病人都是 吃了一段时间以后 中药停掉的 像这个病人 胰岛功能很差 当时他转了很多个圈 然后找我 我一看他的指标 我说你一定要打胰岛素 他说不要打吧 后来我说没办法 他就坚持说试一下试一下 后来一次吃了纯中药以后 胰岛功能慢慢起来 最后停药 他现在走到哪里 就把那个 发音单就带到身上 他变成我的义务宣传员 所以接受了很多病人来 我也很惊讶 他后来 他的工作退休了 但是他干得很起劲 精力特别旺盛 而且怎么检查 怎么检查 很漂亮 指标真的漂亮 你看看这个还是一个 还是一位领导将军 然后他也是 他是糖尿病 但是他不太 应该说对中医不太信任 后来是他的女儿跟他说 后来吃了药以后 降得很好 也停息药了 但是我的这些病人 是可以随时随访的 他们都经常我们都有联系 他的女儿也有时候带别人来看 也专门讲他爸爸 这个很开心 需要停掉了 中药也停掉了 大家看看这些照片 2020年的 这病人也是一样的 都在 这病人 我们都留了照片 这位还是一个大校 管医院的部队里边 也是纯着要停药了 后来也介绍他的姐姐过来看病 我们看看 这个是在我的电视节目里边 有随访他的 就是糖尿病 这个八年 到现在来讲就不止了 甚至八年多了 八年九年 他开始的时候是糖尿病 后来真的停药了 但是他停药不停检查 现在医治都没有 中药也没吃 什么药也没吃 状态特别特别好 这些都是照片 都是照片 大家看看 这都是照片 也有很年轻的 我们好了 我们就跟他照个别照 所以我给病人大概的疗程是半年 好也不要吃药了 不好也不要吃药了 另找高明了 所以我其实就是 也是通过 应该说病人对我的信任 然后我自己的执着 坚持有证据 有疗效 然后给病人带了很多的 病人感觉到不吃药 是什么样的状态 而且真的各方面状态 我们希望获得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非常非常好 有些年龄还挺大的 像这位 他糖尿病77岁 糖尿病治疗了大概9年 他的胰岛功能还特别漂亮 我们讲年轻态 就像年轻的胰岛功能一样的 这个胰岛功能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看看这些病人 我们难得留了这么多证据在这里 还有病人写的感言 感言 真的我也觉得很棒 大家也关注我的公众号 上面的这个 讲故事 我们拍的 病人就在我旁边 讲这些故事 为什么他们可以停药 然后怎么做的 他们有自己的经验 特别特别棒 OK 还有一个就讲到这个 我们酱糖三黄片能够长期吃吗 像这位阿姨呢 是我认识的应该说 比较早的一位患者 他先生是中大的一个教授 所以在我这里看 应该多少年了 不止了 所以酱糖三黄片可能吃了真的是23年 他应该是原来50多岁 现在后来70多岁 所以其他的都好 只是血糖膏 我建议他去做检查 后来在我们医院住院 做了检查 他不放心 还是把所有的结果拉给我看 然后跟我讲 他说那个B超的医生在问 他说你吃了什么药 你这个血管看起来只有40几岁 说他的弹性特别好 病人说没有啊 我们就吃你们医院的药啊 酱糖三黄片 OK 但是我们原来也有病人过来看病 他说 医生说他只有30几岁 说他的血管70多岁了 病人跟我讲 他说我有那么老吗 我不太了解 这个B超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程度 有这种观察的能力 我觉得也是挺棒的 这个阿姨就是长期的吃我们的酱糖三黄片 所以人家都在问 这个中药能不能长期吃 会不会伤甘伤肾 其实我们比别人还要关注 我很在乎这个肝肾功能 所以每两个月做的那个检查的话 都包括了肝肾功能 包括他的小便 我们只有把它逆转过来的 很少导致了这种 这个审害的情况 很少很少可以说 极个别可能干燥有点问题 但是我们停药以后就马上修复了 所以大家坚信啊 我们甚至还有奇葩的患者 这是一对夫妇 这个 女儿在广州 夫妇是湖北人 然后这个女的呢 她的太太就很坚持吃药 这个先生就说我不吃药 她就喝酒 她说除非把中药泡酒 大家觉得不太可能吧 过了一年多他们就过来了 然后也要抽血再复查 后来发现这个先生的结果还蛮不错 我就问他 我说你吃药了没有 他说没有啊 我把你的开的那几包药 我就泡在酒里边 他说我每天就喝酒 他说血糖降得很好 我后来才知道 我说这个方法能不能推广很难说 但是呢确实是真实的 酒降糖 后来我说我要不要帮你打广告啊 跟别人说 他说不要不要 那个酒呢是玉米做的酒 是他们当地的一家那个私人定制的 所以他那个产量有限 他说如果你们都去买 那我就买不到了 所以他说不要帮他做宣传 但是呢我就觉得 这个有点奇怪啊 但是我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有一些这种奇葩的案例 虽然尽管我们不去推广 但是大家知道了 其实可能这个先生呢 就是他长期的喝点酒 但是也不会说酗酒 而且他那个包裹酒呢 就是粮食酿的酒 应该是绿色繁宝的 应该是非常好 还不知道这个中药 也效果不错啊 真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 纯中药这家糖药病 疗效令人幸福 因为我们有证据 有现代医学的证据 而且发现他其实降糖并不慢 而且呢 副反应副作用很小 客观证据呢也会 症状改善人的精力提高 他的客观的证据呢 也会同步的改善 这就是我今天第一 第一次课跟大家分享的 中药能不能降糖 疗效是经标准 疗效是话语权 好的 那么第一讲的就讲到这里 好像大家有点问题啊 我看看有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这个 那来的这个问题啊 一个呢我们院内之际 有我们同道在问 没有怎么办 可以用什么替代吗 当然我们院内之际是 你来我们医院可以买 但是不对外面销售 就是不可以到其他医院买 这个院内之际 其实也是通过省 省卫生厅省批的 这个程序是都很严格的 其实只是说 不是作为一个 完全一个国字的 新药的那种程序 没那么复杂 但是是用得疗效很好 我们院内之际有几百种 最好的都是院内之际 不需要去转化 因为都是老教授的心得 他的经验包 都是老教授献的方 所以这个没有的话 你要是愿意来我们医院 看也可以医院开厨房 可以买到的 这个不可以替代 我觉得不能替代 如果不用黄莲素和酱糖伤黄片 单位中药怎么拟定 加黄莲桃和陈气汤还是怎么定 这个问题呢是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现在有病人 就是没有吃黄莲素片 酱糖伤黄片 因为这个病人呢 首先是肥胖 就是最近的一个病人 100 100 100 180吧 然后纯主要 因为他肝脏不好 脂肪肝嘛 却转没高 所以我就是纯主要 治疗两个月以后 降了差不多30斤 体重下降30斤 肝功全部正常 最关键是糖化 也是接近9点多 降到了 好像降到了6点多 这个效果也是很好 是纯中药 没有用中层药的 我们也要看病的具体情况 这个可以的 用中医的辩证的方法 当方怎么定 我们在下一次的课里面 我会跟大家分享 怎么开这条方 糖化值的肺肤 正常比例占多少 我首先来讲呢 这个病人吃了药呢 应该说我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 病人基本上我是不开吸啊 不开吸 这个口服降糖药 要我不开 但是呢 如果胰岛功能差 我是用纯中药加胰岛素 用中药加胰岛素 所以我就两个方案 一个是中药治疗 或者是有些病人 胰岛功能真的 但或许很差 就胰岛素加助药 我不用口服药 这个是 这个降糖的话 我们早期 胰岛功能比较好的 年轻点的 确实是可以停药 这个比例还挺高的 但是也有个别 一部分的话 工作忙啊 应酬很多 他的生活方式是没办法改变的 那这个就打折扣 所以我也是跟病人讲呢 我不会给病人看太长 你如果是这种不遵守规则 你这个回到家里 或者是就敞开斗鼻吃 也懒得动 这种效果是不太好 所以一定是双方 应该医患直接药 大家互相协力 互相鼓励 我们才有这样的效果 我们的中药一次喝多少 现在大部分说三餐的区别 意什么 没有啊 我们中层药是一日三餐 但是中药汤记了一包中药是煮两次 煮一次翻一次煎 然后就是吃两次 一般呢就是在他的治疗期 我是一包中药一天 但是有些病呢也是工作的原因 可能做不到 那就是一包中药喝两天 但是忠诚要是作为坚持的 纯中药治疗失败的案例 失败的原因 那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最近的话 我有研究生 我的博士后 做了一百多个案例的 纯中药的一个肥法 这个文章呢是写完了 准备投稿的了 都是有病人有水访的 有个别的话是可能 失联或者是有个别的 这个效果差一点的是 病人可能很多原因 这个有些病人是被别人拉过来的 就是人家强迫他 哎呀那你一定要去找谁谁谁 但是我觉得这个疗效来讲呢 第一你要信 所以我有一个叫七不治 第一不治就是不信中医者不治 你对我们不信任 对中医不信任 我不看 你下次不要来了 我真的是这种态度 因为他带一种 有一些病人带一种怀疑的心态 他总是心里耿耿的觉得 你这个药肯定没效 每天或者是烧血汤波动 尤其我们把西药停了以后 血汤的早期是会有波动的 其实发很多气力要跟病人解释 为什么有波动 肯定有波动 因为西药降糖是很快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 长期吃这个西药的话 大家也担心它的副作用 所以就来找 希望能够有中医的干预 配合 所以也要看具体情况 原则上呢 我觉得真正特别信任中医 也很坚持的这些病人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一部分呢 就是带一种怀疑的态度 总是早点查 那种我说基本上不要来看 有效果 你有很多方法可以治疗 不一定早中医看 所以我在 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真实的 真实世界里面的世界 没有说我去挑个什么 所以有机会 大家也可以来门诊看一看 这个还有什么 脾胃虚寒的 湿热的糖尿病怎么治疗 有没有脾胃虚寒 又有湿热的糖尿病 有啊 很多啊 这个脾胃又 它的这个寒热挫杂 或者是叫胆热疲寒 或者是胃热疲寒 所以临床上的单纯的热症 也有 但现在人的体质状态 我们后面会讲病剂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要着急 因为我们还没讲完后面还有内容 对啊 二型糖尿病占的比例90%以上吧 我们这里也有一型糖尿病 小朋友也有 成年人也有 现在叫1.5型糖尿病 开始是一个二型 后来突然胰岛功能都衰竭 因为查它的抗体阳系 所以这个时候没办法 然后就要打胰岛树 所以现在我们也开展了 这个糖尿病的 这个抗体的研究 基本上发现这个还是有问题 有一些跟遗传跟这个致免有关系 最短多久血糖正常 大家不看到了吗 有些快的就是两个多月 就是第一次做 然后两个月三个月再服查 就正常了 正常了就我觉得没有理由不停药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真的 他都连胰岛功能都恢复正常 我们为什么要他喝药呢 所以我是建议坚决的要病人停药 后来发现停了药以后 后来我慢慢的 就不要说病人完全达到 我们所谓的经标准 稍糕一点点 我病人有时候喝药喝久了 他也会烦的 我觉得要理解 所以我也建议病人停药 停药以后 停药不停检查 停药不停饮食和健康方式的维系 后来病人再坚持来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后面的效果更好 停了药以后后面的效果更好 所以说中医治本 就这个概念 就停药 像现在吃药的话 停药就反弹 而且反弹的一塌糊涂 但中药治疗一段时间 你以为他白吃了药 还是很有价值 后面停了药以后 甚至我们现在有些病人 还不敢推荐给大家 真的到外面又喝酒啊 什么都来了 有时候甚至当中我说 你千万跟我跟病人讲 你不要对外人说 我说你这个方式是不能推广的 病人什么都 有些病人就是不借口 后来血糖其实也挺好 所以我就也感慨 这些都是病人反馈 没有他反馈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中药还是很有效的 科斯里的中尘药的成分 科斯里的中尘药成分什么意思 我们就是一个配方 没有说提炼什么成分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院内治疾还是比较初级的 没有说把这个里边有效成分提炼 然后做成的 那就比较生代级的吧 这个还做工作 但是所以我们吃的量比较多 是因为你的打成粉 然后在当他医院的这个 我们医院有治疾史也是很大规模的 院内治疾因为几百种嘛 所以很厉害 历史再加上很多的专家教授 大家也把处方献给我们医院为荣 为医院做贡献 所以很厉害 我们医院的这个中尘药是特别畅销 那么这个升级换代这些呢 就可能要做大的跟其他的药厂 做这个真正的这个新药的开发 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 这个成本应该很高 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好吧 这就是刚才有提出的问题 当然也有前面也讲的 肥胖的患者吃得多 能不能用四菌子糖 这个要看 当然我在临床上对于肥胖的患者 我是也要补气 也有甚至还补阳气 他虽然胖但是他很疲倦 很累 这个要辨证 如果是的那我们也可以用 但是临床上大部分的病人是 肥胖的弹尸肾 所以我也可能很多时候用到白斧 白斧加生汤的多 发粉和蛋腐片同用 我觉得是没问题 我在临床上 因为用发粉是伤寒论 比如说财富贵子干粮汤里边就有发粉 这个伤寒论的这个发粉 天发粉 这个瓜篓根吧 瓜篓根 常用 当然用富质我们讲的半楼被炼急功污 说是不是跟富质有相反呢 相胃相反 但实际上呢有很多专家出来讲 这个赵文景讲胃的是污头 污头和富质还是不一样 所以富质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们临床上呢我们药房也会打回来 要双签名 我签名 我觉得临床没有发现不了反应 而且这个量是常规量 是可以用的啊 这个富质量小的时候要不要先接 因为我们用的富质是泡富质 是已经泡制过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包药程序太复杂 而且量也本来就是泡制过的药 所以我们一般小于10克的 几克几克我就不写先接 如果10克 我们医院的它自动跳出来也非要先接 我很少用 我没有用过胜负纸 胜负片我从来没用过 胜负片我也没用过 因为也是在医院的原因 这个药了 没有经验我也不敢用 而且呢现在我们也要看 有些我们的先生前辈啊 他们都很有经验 但是我觉得不要随便去魔法 因为人的生命 我觉得安全是第一的 没有安全就没有疗效 所以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我们真的要遵守要点的规则 我的厨房呢 已经申请了国家的专利 已经批下来了 国家发明专利 最近呢是在申请 我作为我们院内自己 他也提出我的剂量有点大 要帮我作为点点修改 把剂量编下来 我说没问题 这个是按照要点的要求来做 好的 今天呢就分享了 把临床案例 让大家感觉到 真实有效 当然呢我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我怎么想的 我经历过程怎么样 我们下支课 就是这个星期五 星期天的晚上 跟大家再次分享 谢谢大家的捧场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